你们这个组合成名曲正好叫青春修炼手册 你觉得青春需要修炼吗 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 对 也完全没有理解当时歌曲的意思 现在十六岁了 我觉得这几年来就是我们青春的修炼 男孩不懂什么是天命 那就是你一直想做的事 每个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的天命 在那时候他们不会害怕做梦 也不畏惧去渴望生命中任何会发生的事物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 一股神秘的力量会说服人们 让他们相信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 怎么样来修炼自己呢 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会特别地关注网上对我的评论说 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得不好 但是慢慢地我就会发现 不管是和别人比较 还是通过外界的反馈带给我的一些 说是虚荣吧 我觉得都不重要 就很重要的是要丰富自己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就是不以不理智去回应不理智 其实我觉得步入青春期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自我意识变得格外强烈 我是谁 我想怎么样 你也会吗 会啊 我觉得如果让我去换别人的青春 我不愿意 我就是我自己 我就要活出我自己的样子来 这股力量看似负面 它能淬炼你的精神 砥砺你的愿力 因为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真理 不管你是谁 也不论那是什么 只要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 就放手去做 因为渴望是源于天地之心 因为那就是你来到这世间的任务 而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 男孩感觉心扑通地跳了一下 男孩突然问老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你想完成自己的天命 也因为你正好处于一个 想要放弃它的时刻 而你总是会在这个时刻出现吗 不一定是想这种方式 但我总是会出现 也许是以这种面貌 也许是另一种 但你还是尽可能自己想办法做决定 宝藏就在金字塔里 这点你早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